美国白宫发 关于2024年重返 球的声明 巨掏 宪宝站2 19年3月27日报道 美国白宫发表关于2024年重返月球的声明 声明内容如下 加速美国的太空探索 唐乃斯基特朗普总统设定了一个大胆的目标 要在2024年让美国人重返月球 特朗普总统收到了五项建议 由国家航天委员会议制批准 以加速美国的太空探索计划 经过一年的审查 特朗普总统还收到了 关于简化出口管制规定的四项建议 NASA局长将在下一次国家航天委员会会议上 提供关于执行航天政策一号令 S.PBL的最新情况和建议 美国将寻求在2024年登陆月球南极 2028年在月球上建立可供人类生活的永久性基地 并为火星探索绘制未来路径 NASA的月球任务将专注于未来火星任务的科学探测 资源管理和风险降低 NASA将成为一个月球到火星任务理事会 毕竟一切必要努力实现探索任务-1EM1 这是一项绕月的基础性无人任务 EM1将不迟于2020年完成 再人绕月任务EM2将不迟于2022年完成 NASA将解放美国工业 包括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 增强其太空活动的创新和可持续性 为实施SPD-1NASA将继续往善结合和管理 提高成 本核进度迹象 必要是寻求律法授权 美国将与国际伙伴合作 实施和持续的月球探测和开发计划 在此大打设想 特朗普总统正在建设一个符合我们伟大国家 和美国精神的太空计划 美国人已经47年没有在月球上行走了 但特朗普总统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点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特朗普总统正在采取行动 确保美国航天员快速 可持续的抵达目的地 重新点燃美国的太空遗产 特朗普总统正在履行他的承诺 恢复美国的太空的领导地位 这些建议是在特朗普总统 大胆呼吁美国重返月球 并为最终的火星任务 奠定基础之后提出的 2017年12月 特朗普总统签署了SPD 重振美国在轮太空探索计划 总统的航天政策要求 NASA与商业和国际伙伴合作 领导一个创新的太空计划 美国人将重返月球进行长期探索 然后前往火星及医院目的地执行任务 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另外三个SPDF 以恢复美国在太空的领导地位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里红林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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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